今天在冬日里面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只要一出太阳 我就在想我今天又要干什么活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到我的小花园里面去看一看 我干了些什么活吧 种种球应该是冬季花园里面必须要干的一件事 我从以前买很多的郁金香 到现在可能更偏向于买一些比较能够复花的种球 比如说我买很多的种球 比如说我喜欢买葡萄风杏子 然后喜欢买羊水仙 还有围裙羊水仙 然后还有雪片莲 我觉得都很不错 它们的复花性还是很OK的 所以这个种球的话 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但是种种球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种在室外 因为室内的话阳光不够会造成土长 甚至是消暴 这个是已经发芽了的郁金香 然后我看到我的标签 就是这一盆里面我种了两种 我很开心的就是它真的是 集中在中间先长出来一个品种 然后外围又是另外一个品种 我觉得它挺好的 期待一下它开花 这两盆其实都是鸢尾 然后这一盆是西伯利亚鸢尾 这一盆是德国鸢尾 大家会发现它的栽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像这个就是德国鸢尾 它的栽种方式是这样横握在土面上 而不可以把它全部埋在土下 然后前端这个位置它就会长出叶子来 然后叶子跟叶子中间就会有花苞抽出来 所以种植方法一定要在你种之前要查阅清楚 这个是西伯利亚鸢尾 你收到的时候 应该下面会有很长的根 所以我用了比较高的盆来种它 然后你看它们都已经开始长叶子了 非常的开心 很期待它们开花 大家看到这种枯黄的部分 其实不难理解 就是这些叶子它们之后会长得很高 然后你收割这个种球的时候 你会连着这个叶子这样咔嚓给它剪掉 所以这些枯黄的部分其实是它们 所以大家就不难理解说 你埋它的时候 就想象一下它以后长大的样子 所以你就浅埋就好了 它们会从这个底下 会不断地长出新的叶子来 叶子跟叶子中间会抽出花苞 到时候就会开花 所以它们的原理就是这样很简单 这一盆是复花的羊水仙 它们又重新开始发芽了 新种的羊水仙还没有发芽 所以我就用这个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有预感 它们好像今年可以复花 不知道我的预感准不准 羊水仙你如果递栽的话 复花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 但是我一般都是种在盆里面 然后我也没有去祈求 所以它们的复花几率其实一半一半吧 而且有可能 而且有可能的是你的种球 它不是每一个都能复花 可能比如说这一盆你十个 有五个是可以复花的 另外五个可能可以长叶子 但是我觉得就随远吧 没关系 羊水仙还有葡萄枫子 都是可以水培的 它们水培最大的缺点就是 肯定不可以复花 大家看我买了一个这样的小锅 还蛮可爱吧 种了五个葡萄枫子 就是葡萄枫子 如果你水培 是不可以整颗都泡在水里的 这样子它就会很容易烂 你们要把它搁在这种石头上 我垫了一点苔藓在下面 你看这个已经开始发芽了 这个也发芽了 水培的羊水仙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垫一些石头 然后把它们搁在石头上 你看它们都已经发芽了 生根了 水培的羊水仙还有葡萄枫子 都有一个最大的和土培一样的问题 就是它们一定一定要多晒太阳 不然的话 你长出来的叶子就跟大蒜苗似的 然后有可能也不会有花苞 冬季花园里还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修剪月季 然后给月季埋肥 还要给那些小盆的月季换盆 这是一份很长远 而且必须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做的工作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盆是詹尼斯 它其实已经有一些这种黄叶 甚至你会看到上面有这种黑斑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 说我是不是要打药 它是不是生病了 不用担心 冬天的低温会让这些病害 会暂时消停一段时间 而且你甚至不用那么费劲的 去把它们都掰下来 你可以直接就上剪刀 把它们给修剪掉就好了 这一盆的话我稍后会修剪的 这个花苞 冬天里的花苞 它基本上可能就打不开了 但其实你们是可以把它剪下来 放到室温里的花瓶里 这样子的话它是会慢慢打开的 会非常的漂亮 所以不要剪了以后 就给它扔掉了 我身后这一片月季 是我换盆修剪月季中间的一部分而已 这是我昨天刚刚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是很习惯在冬季的时候 给月季来一个大清理 什么叫大清理呢 首先你会发现有的月季长得很好 有的月季长得非常的不好 比如说你把它从小盆里拖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根系没有长满 这个时候就是你非常好打理它的一个时机 也就是从头再来的时机 首先就是修剪枝条 修剪枝条我有专门出过一集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年我修剪枝条的方式就是清剪 因为去年我中剪了 所以今年我就想清剪一下 这么说来好像有点看我的心情哦 当然月季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不会因为你修剪它剪得不好 而不开花 顶多就是猪形长得丑一点 花开的少一点 但是不会不开花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慢慢的积累经验 而不是说把某一个人说的修剪的方法 当做甚至去执行 我觉得这完全是可以看你自己自由发挥的 昨天修剪月季 然后给月季换盆的时候 只是粗略的剪了一下 我拿这一盆做个例子 其实这一盆我今天看到它的话 我就发现它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剪 首先这个下面有一根特别特别细的枝条 怎么办呢 毫不留情的剪掉 贴紧 剪掉 然后这一根 这起码有40公分吧 我觉得冬季的重剪最大高度 20公分是可以了 顶多25公分 如果是枝条越细软的越近 我建议剪的稍重一些 因为你在原有的基础上它只会越长越细 那么你整个花开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会倒伏下来 反而这种比较粗壮的 你还可以相对留多一点点 因为它下面的芽点还是很好的 而且长出来的枝条也会很健康 那么像这一根枝条 我可能起码先 这一截是肯定要剪掉的 大家看一下这一根枝条 肯定是今年新发出来的新枝 这个就是老的 等到了明年它可能就跟它一样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根枝条 我会剪到20公分 这个地方有非常典型的两根交叉枝 这个就是你要做选择了 留哪一根剪哪一根 首先 这个特别的细 所以肯定 这一枝是可以毫不留情的剪掉的 那么你再看看它的珠型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个人会把它剪到这个位置 保留这个非常丰满的压点 你也可以把这个剪掉 期待这个位置 可以爆发出新的压点出来 个人选择哦 那么这一根你相应的肯定就需要剪短了 你可以剪到这个位置 然后保留这个身后也有一个红通通的 饱满的压点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剪的再下一点 剪到这个程度 你就很明显的发现 这根枝条比这个细很多 所以这根枝条也是要毫不留情的 从贴近这个位置剪掉 其他的修剪完了之后 那么这一根就显得特别的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相应的把它剪短就好了 这一盆今年的修剪 我就打算剪到这个程度就OK了 关于你换土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土埋得深一点 就是你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你每一次浇水 其实土面的这个土是会下沉的 是会流失的 慢慢的就是很多这些底部啊 老根的部分 还有一些根你都会露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到冬天给它重新换盆的时候 就是要给它生埋 因为很有可能老根的下端 会有很多隐藏的芽点 它会重新萌发笋枝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已经萌发了一个笋枝 所以我把它相对的埋得稍微深了一些 这样子这样长出来就更强壮 给月季换土的时候 它的土的配比这个我之前讲过很多次 一定就是要疏松透气 而且换土的时候一定要用底肥 那么这个里面我用的是一种发酵过后的羊粪 因为羊粪比基粪要更好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选择羊粪或者是流粪比较好 然后这个里面我还用到了奥粒 就是有机肥跟化学肥相结合 月季是非常非常喜肥的 我可能过两天还会在土面上给它铺一层堆肥 那么让它们在冬天的这个时候 积蓄更多的能量 然后更多的芽点可以从根部 甚至是这种枝干上面全部都爆发出来 然后今年我选择了这种大黑方 我感觉就是在月季没有发芽之前 修剪枝条之后 这样摆放着很节省的空间 而且我感觉它质量也蛮好的 修剪好的月季 换好盆的月季 一定一定要放在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 阳光对于月季来讲就是最好最好的肥料 这一片就是我的铁筷子 它们是我2018年4月份的时候 买回来的小小的裸根苗 其实2019年并没有开花 是今年才开花的 我还很忐忑 我说完了完了 我这种的就是种了一盆草 完全不开花 但是很惊喜很开心 虽然它们开的很小 但是我依旧很爱它 非常的喜欢 很开心 开始我并不知道它什么状况下 才算是有花苞 后来我发现 这个根部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膨胀到非常大的部分 其实这个底面全部郁郁出来的 就是一根一根的花苞 非常的漂亮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当然也不是每一盆铁筷子都有花苞 自从我发现了这个诀窍以后 我就每天这样扒开看 然后这一盆是有的 但是还没有完全打开 很小 然后那边有一盆也有 铁筷子在夏天一定要放在比较凉快的阴凉处 通风好 然后有散射光就好了 因为它们比较怕热 但是一旦到了秋天冬天 就一定要给它们足够的阳光 这样子郁郁花苞就会更好 和洛石藤纠缠在一起的铁线年 还在开花 真的很顽强 然后我觉得铁线年在我的手下 真是活得非常顽强了 所以我今年打算好好地学习一下 然后好好地种一下 我今年在移栽我的铁线年和修剪它们之前 我有认真的阅读这本书 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就是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就是你要去实践它 你不可以说只看书不去实践 那么我其实还是很忐忑的 我没有修剪过铁线年 我就根据修剪月季的一些通用的方法 比如说把一些细弱枝条剪掉了 然后观察它最大的雅点在哪里 那么我就从它的前端把前面的细弱的就全部剪掉 然后捆绑它们的时候我也很担心 因为它们的枝条其实很细 虽然很硬 但是也容易会折断 就只能够尽力到如此了 看看春天的效果吧 这是朋友之前送给我的一盆总统 因为它长得太凌乱了 所以我还是把它修剪了一下 然后重新地捆绑了一些 我觉得我还是要在实践中多积累经验 以后多跟大家分享啦 小范的花园也陪大家走到了冬天 非常感谢大家陪我走过了四季 冬天的花园里面可能你看到的很多植物都是光秃秃的枝条 其实你仔细地观察它们的雅点都在慢慢地盆大 其实冬天是一个积蓄能量的季节 它们都是为了春天做准备 所以大家一定要勤快地对待植物 多给它们施肥 然后给它买肥 然后可以换盆的一定要换盆哦 那我们明年再见啦 拜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 别忘了关注点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原意的小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里和我讨论 我会尽可能地回复的